这个就是韩国著名的生扮章鱼啊 不是你怎么固一固一固一还冻呢 朋友们刚刚落地韩国首饵 今儿继续带大家打卡韩国集市上的美食 而且这次我还带了我的好兄弟张生探跟我一起打卡 你确定韩国有美食吗 放心对你来说什么都是美食 那咱这就一起去尝尝 出发 到地儿了又来了韩国这个著名的美食广场 就是带你尝点新鲜玩意儿 说了我没吃过新鲜玩意儿 哎呀我去这才刚刚下午几点啊 各个摊位就已经坐满了人了啊 先来吃个韩国鸡爪开开胃 鸡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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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爪鸡爪一个 我发现了在这还得说中文管用 直接用手给我抓了哈 Thank you 来今天的第一道美食 韩国酱辣鸡爪 一看就是完全脱骨的状态啊 但就不知道是不是打烊亲口脱呢 我感谢 哇你别说这个鸡爪还真挺辣的 是吧 没辣味儿啊 顶格能给到一个酱子微辣吧 是那谁能跟你的味蕾相比 感觉这辣酱已经渗透到了鸡爪的每一个部位 哎呀 你咋了 吃一鸡骨头 割我和捞牙上了 大妈这个脱骨头功夫不太行啊 这个好像是一家卖生牛肉的店 对 我们家是生牛肉店 您是中国人啊 对 爸娘一看我们私同胞 决定给我来点同胞腐利 哎呦我去 太实在了感谢 好 谢谢 21000韩元买了一盘韩国生拌牛肉 刚才还遇到了一个中国店员 偷手给我多加了点牛肉 果然出门还得靠自己人呀 那还不是因为看你脚子长得帅 那有可能是看你长得帅 还有可能 这是一盘被酱汁腌制过的切成条的牛肉 上面打了一个生鸡蛋黄 刚刚吃了非常牛肉 哈哈哈 咱们先把这个鸡蛋黄搅拌一下 让这个生牛肉充分的水吸到蛋液 看着感觉跟霍饺子馅一样 哎呦真有那味啊 整一大筷子啊 走 还可以 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 其实要像果冻 如果把你眼睛萌盛让你吃 你绝对尝不出来这个生肉 味道可以接受 咱就不知道我这个胃能不能接受 我这个胃能接受 我估计我就是肚子里的灰状 这碗里面都晕过去 哈哈哈 以前都是吃化学的 吃了就是蛋白了 哈哈哈 美食之旅还在继续 接下来呢整一个更狠的 什么东西 生章鱼 章鱼哥今天就对不起你了 感谢你的英勇牺牲啊小可怜 啊啊啊 给剁了 哎呦啊 谢谢谢谢谢谢 哇塞 哈哈哈 这个就是韩国著名的生伴章鱼啊 不是你怎么固有固有还冻呢 哎呦啊 哎呀这看着要忒慎人了啊 把隔壁小孩都给吓哭了 哎呦 来 整一口 别怂啊 来吧 哇 哇 哇你别说这个作力还真的很猛啊 有点跟你嘴里边拔小火罐这个感觉啊 真是啊 像一口会攻击人的老年坛 再来一口 来一口 来一口 走 哎哎呦 哎咬我了 哎咬我了 感觉都快过得嘴唇作出可怨过羊来的 哈哈哈 生章鱼的威力今儿算是体验到了啊 都被碎尸万段了 还强力回击 不愧是外星生物啊 真是 同样一个披萨 有这么大一片 然后还有这么小一片的 那切的时候不看的吗 朋友们 这两天看了一个私信啊 说 泡泡 你每天去吃的餐厅都是好吃的餐厅 我想看你吃不好吃的餐厅 行 安排 那今儿来要去打卡一家 拉斯维加斯评分最差的餐厅 来 咱先上网上搜一下这个最差的餐厅 看看这个排名第一的是谁啊 哎呀 就是这一家 好像是个卖披萨的 这120个评价 1.5分 这够低的啊 最差最差你也得有一分 再看看这个评论啊 我不知道披萨可以做的这么差 直到我在这吃了之后 如果可以给0分 我绝对会给 世界上最差的披萨 还不如把我的钱冲了厕所 垃圾披萨和服务 经理是一个傻 目标有了啊 咱这就出发 到地了啊 就是这家老板披萨 名字还挺霸气的啊 可能$10 as tips 好, nice of you What a blessed day today Thank you, Popo No, don't worry about it Do you want some dessert? You said on the house? Yeah, since you're vlogging, that's really good You need the good credit You know, whatever Yeah, sure Oh, really? Can I get that one? No, you don't want that one Oh, okay It doesn't look good Yeah, it's very nice meeting you too I'll let you know if the video blows up Yeah, maybe in a couple of years I'll still be here Oh, it's gonna take sooner than that Oh, really? Thank you, bye I'm gonna try to try this I'm g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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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this This is my name I'm gonna try this I'll try this I have a nice 牛肉可以吃出一股特别浓的冰箱的味儿 这个应该可以算是采雷了 10块钱的价格绝对是不值了 来 今儿的重头戏啊 他们家的招牌披萨 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小忐忑 这个披萨个儿倒是不小啊 但是看着感觉有点像食品店里面那种塑料模型 这个刀工我真的是不敢恭维 同样一个披萨有这么大一片 然后还有这么小一片了 那切的时候不看的吗 给你们自行体会一下这个披萨的全貌 我已经找不到形容词了 牛怎么嚼不动呢 狗咬嚼一样的口感 巨硬 然后这个肉吃起来像是假的一样 这没有什么肉味儿 我觉得除了能夸他没有毒之外 真的找不出来什么地方能夸他了 网上那么多插兵确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红色的奥利耀 蓝色的薯片 今儿都没有一个东西是正常的 哈喽大家好 好久没有做零食测评了 私信会被因为催爆了 那今儿咱就再去超市整几款美国零食尝尝 出发 又到我尔玛了啊 没找到这个地方画冤枉前 可能因为快过年了 最近超市里人巨多 看看你看这酸不酸抢劫啊 吃这么一小盆切好了西瓜 卖8块9毛7 疯了 得水果吃不起 我吃零食还不行吗 红色的奥利耀你们见过 必须得尝尝 旁边又发现了一堆蓝色的薯片 我就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 这一强这么多口味 卖的都是老美巨爱的面包鸡夹心派 那今儿咱也尝一下 最好我再来一包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齐活结账走人 一共是12块6毛1 今儿我专门挑了4种卖鲜特别奇葩的美国零食 咱来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第一个 这个是用面包鸡烤着吃的派 为了吃这个 我还真的专门买了一个面包鸡 也不是这种一袋一袋 再来看一下什么样 我去 这个色素感看着特别足 给它放这个面包鸡里烤一下 大概需要等那么个几十秒 卧槽 笑一跳 我又烤的已经热乎乎的 好甜 它上面这一层糖霜就已经非常甜了 然后里边还有一层烤化的糖浆 口感就好像把热蜂蜜往嘴里灌一样 尝尝就好 估计以后不会再吃了 那我这面包鸡起锅白买了 下一个 这个叫Fruit by the Foot 像脚一样的水果 不对 像脚一样长的水果 这怎么看着特别像果蛋皮 把它给揭开 这也太长了吧 啥玩意儿 一点水果味都没有 就是固态的极食糖浆 我估计有小孩喜欢吃的玩意儿 能够整个好吃点 下一个啊 红色的奥料 这个它写的是冬日限定版本 哇塞 真的 你看里边所有夹心都是红色的 尝尝一块啊 这口感跟普通的不能说是完全相同吧 但可以说是毫无区别 这红色就加了个季母 来 最后一个啊 蓝色的薯片 今儿都没有一个东西是正常的 自己选的你怪谁 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啊 我感觉这薯片像是被劫测灵 漂过来一样 哇 好酸啊 一股浓郁的山西老臣醋味 这个牌子好像跟上次做腊肉香肠 那是一个牌子 这怎么一股厕所的味儿啊 行了 那一切都解释得通 哇塞 你看这个螃蟹有多大 在拉斯维加斯高档的中餐厅 吃一顿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最近趁着老美这边过节 咱也去犒劳一下自己的中国味 出发 到地儿了 这家叫Blossom 百圣 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 It's 泡泡 Thank you 这儿虽然是个中餐啊 但是来吃的外国人特别的多 基本上满眼望去 我身边都是老外 Hello How are you tonight? We're doing great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our menu Of course he's specializing on Peking duck Those are one of the main dish we have I'm from Beijing You know So I gotta try how good your Peking duck is I think we are best in Las Vegas But let's see You're gonna be the best Oh really? I gotta see if this is the best as you claim So how is the king crab sold? So the smallest king crab we have is 12 pounds We have up to 14 pounds I can bring it out to show it to you Even if I don't buy it You can still bring it out? Oh we can show it to you of course OK 他现在去后厨给我拿的了 Yo that's... Wait how many pounds is that? This is about 12 pounds Oh 哇塞 你看这个螃蟹有多大 黑虎掏心 我去 Alright that's good I don't want it to like break my bones or anything We have the silver with the black pepper Enjoy it 这两片是他们家的烤鹅肝 哇 嚼起来像一块会爆汁嫩嫩豆 This is gonna be your next course We're gonna call it for you 麦博小姐姐跟我们骗北京烤牙 We have the one with the bun And then also we have the one with the axe 这应该是我吃到最省事的北京烤牙了 上来之后已经给你卷好了 味道还是很好吃的 就是不是自己卷的饼 就少了点点乐趣 We're gonna come in the natural line for you Alright thank you 哇塞 这个我可以用饕餐盛业来形容了 这里边有龙虾尾 海参 鲍鱼 还有原来七尸腰里边卖一块钱一个小街木鱼丝 这是什么呀 这个不知道 哎呦 疼死我了 忘了 先尝一口海参 吃着有点像特别软的鸡脆骨 然后这片白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口感特别的糯 Excuse me What is that white thing? So that's a fish mouth It's very nice Yeah Wow 这是我今天煮菜 一整只的避风糖龙虾 上面铺的满满的碎屑 这个感觉就像吃炸鸡一样脆皮的 太爽了 太爽了 最后一条菜啊 椰奶燕窝 它是把所有的燕窝都装在椰的壳里边 看着精英剔透的 就这么一个椰子 比刚才那片龙虾还要贵 口感又有点像果冻 然后又有点像银耳莲子羹 一想到这个是小鸟吐的口水 心里还是有点个样 你能够带到你的椰子准备吗 那是最有趣的部分 对 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问了他们家洗晚一天 要装多少天 我洗几天 哈哈哈